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谷电影解说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 不要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故事发生在美国中部,密西西比河畔的城市圣路易斯 许大同来美八年,失业有成,家庭幸福 在年度行业颁奖大会上,他激动地告诉大家 我爱美国,我的美国梦终于实现 但是随后降临的一件意外却使许大同梦中惊醒 五岁的丹尼斯闹度发烧 在家的爷爷因为看不懂药品上的英文说明 便用中国民间流传的刮痧疗法给丹尼斯治病 而这就成了丹尼斯一次意外事故 后许大同虐待孩子的证据 法庭上一个又一个意想不到的证人和证词 使许大同百口莫辩 而以解剖学为基础的西医理论 又无法解释通过口耳相传的经验中医学 面对控方律师 对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规范的全新解释 许大同最后终于失去冷静和理智 法官当庭宣布剥夺许大同的监护权 不准他与儿子见面 恼怒的许大同与朋友昆蓝之间产生误解和冲突 为让儿子能留在家里得到母亲的照顾 许大同搬出了家 父亲也决定回国为了让老人临行再见一面孙子 许大同从儿童监护所偷出儿子丹尼斯到机场送别 受到通缉的许大同带着儿子逃逸和大动干戈围追堵截的警察兜圈子 玩了一场追车游戏 从容的在逃亡中享受父子团聚的片刻快乐 父子分离 夫妻分居 朋友决裂 工作丢失 接连不断的灾难 噩梦般降临 一个原来美好幸福的家庭转眼间变得支离破碎 努力多年以为已经实现了的美国梦 被这场从天而降的官司彻底粉碎 平民区的破旧公寓里 偷偷相聚的大同夫妇借酒娇愁抱头痛哭 圣诞之夜许大同私家团员盼子心切 只有铤而走险装扮成圣诞老人 从公寓大厦楼外的水管向高高的石楼 自己家的窗户悄悄爬去 结果引来警车呼啸而至 整个过程有惊无险一家人终于团聚 好了 今天小谷为大家分享的电影解说 暂告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谷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